这是我们提交过科系的 我们点进去 然后镇子全部已经通过了吗 我们点进去 如果你不想成为审核员的 我们点进去 然后再一个拒绝 然后我们点拒绝 拒绝之后 我们点一下 就是你不想成为审核员的 不想成为审核员的 然后回来 我们再点同意 然后再点一下确定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不想成为审核员 就不要往前走了 然后我们返回 返回 返回之后 我们再刷新一下 刷新完之后 我们再进来 然后我们再点进去 再点进去 我们再看看 看看 现在属于冠门状态 这种情况就属于成功了 如果你不想成为审核员的 大家按视频去操作也行 不管这是真是假 如果你不去操作的 据说啊 现在各大群都都在传说 你不去操作的 你那个审核 审核过程中 它就会 它就会返回去 一旦 之前你通过那个 它就会 再次让你成为 审核进度条 所以大家 不管这是 是人是假 我们去操作的啊 像这种情况就可以了 不管了 比赛